全球健康委員會副主席 藍羅卡萊納醫科大學助理教授 Kritika Kappali向媒體表示 我們對Lambda的傳播力和毒性所知甚少 我們應該密切關注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說法 Lambda在2020年8月在秘魯首次被發現 它傳播的速度是截至2021年春季 被腦大約81%的COVID-19患者感染的原因 在今年6月它開始擴散到阿根廷、智利、 厄瓜多爾等南美國家 在7月底至少28個國家檢測出Lambda的變種 在上星期五日本衛生部官員表示 Lambda病毒首次在日本被發現 它是從宇田機場一名女性身上檢測到的 該女性在7月20日從秘魯抵達日本 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 將Lambda列為值得注意的病毒變體 因為多國同時發現多例感染這種病毒變體的病例 但現在科學家建議將它升級為值得關切的病毒變體